要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先来提醒一下大家 在今天出门上班上班上班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带伞 主要就是因为水气增加的关系 在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有下雨的可能性的 我们就来看到 在今天呢 南方的水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北上了 所以台湾附近的云量会变得比较多 各地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 因此呢 停雨的空档是比较少的 所以在今天务必要带伞出门 温度方面呢 各地早晚十分的低温 大约是落在17到20度左右 白天东北季风增强 还有水气比较多 所以在今天呢 如果跟前几天相比的话 高温也是略降 北台湾的部分高温21 22度 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落在23到25度之间 还是要记得适时来针对温度的变化 调整一下衣着 好 东北季风增强之下呢 在今天晚间开始加溢到桃园的沿海空旷地带 还有就是在外岛地区 依旧是风浪蛮大的 同时呢 如果水气跟低温相配合的话 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还是有下雪的可能性 好 当然这个路面 如果结冰的话 还有结霜 提醒各位呢 经过山区活动的话 开车务必还是要慢慢开 好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呢 我们先透过一周的温度趋势图来告诉大家 其实呢 今明两天是比较类似的 早晚的温差是蛮大的 北部地区温度大约是落在18到22度 白天的时候会有慢慢转凉的趋势 好 至于呢 中南部地区的这个变化 其实不太明显 温度普遍都是20到25度之间 如果进空旷地区 还有进山区的话 温度会来得再更低一点点 南部地区呢 因为水气偏多 温度下降则是会比较明显 好 东半部地区 这两天的温度还是在19到24度左右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到了这个30号 礼拜六这一天 东北季风开始减弱了 各地的温度您可以看到 都会开始慢慢明显的回升 但是呢 从31号就是跨年夜当天 一直到了元旦的这一天 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又增强了 到时候呢 包含了北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 还有温度都会明显的转良 这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一周的温度趋势变化 好 另外来看到在雨量的部分呢 刚刚已经告诉过大家了 其实从今天开始呢 各地您可以看到雨区范围是蛮大的 不过呢 周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其实呢 只有这个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雨势 会来的比较明显 其中呢 在东北部可能雨势来的比较大 这个部分务必要多加留意 但是其他地区呢 中南部地区您可以看到 则是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也就是说呢 除了今天开始雨区过大 全台一片蓝之外 但是呢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都是先湿后干 好 主要呢 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在跨年夜即将到来的 这个元旦的三天连续假期 到时候包含这个礼拜日 还有礼拜一的时候 天气状况是比较凉冷的 大家务必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 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 同时在南部地区的高雄跟屏东 今天的空气品质依旧是蛮糟糕的 亮起了橘色提醒 过敏族群的朋友 无比要多加留意了 以上呢 就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